- 看去SARP了 Hello,大家好,我是Li 我是Gaiwei 欢迎回来我们的有生之年系列 今天要访的是我们的戳爷 - 戳子van 戳子van,对 前面的妆前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老三件套了 今天用到的是完美日记的粉底 然后这个粉底的色号选的是边暖一点的色调 让它看起来更健康 然后在眼下侧重的做一下遮瑕 再用粉饼定一下妆 然后今天要把Gaiwei的眉毛修的比较细一点 - 我觉得好久没写那么好 - 很久没有修这么仔细是不是 - 是的 因为戳爷的眉型还是比较有标志性的 - 所以要做的仔细一点 - 接下来拿出小路盘里面的暖白色 - 以及鳄鱼盘里面的暖棕色 - 给眼睛的轮廓做一个修整 - 深浅光影 - 不停的调整是眉眼之间的比例 - 然后接下来再用那种冷色调和狼盘里面的灰色调 - 对面部做各种细节阴影上的修饰 - 光影的交界啊 - 明暗交界 - 来造成视觉上的一些效果 - Efekt - 推动 - 稳 - 持来 - 玩 比如说嘴唇的位置 戳爷的那个嘴唇比Garry的要丰满差不多个十倍吧 所以我们要给他人工打上玻尿酸 我让他嘴巴更加的丰盈 然后再用这个深红色的这个眼线叶笔 以及口红描绘整个唇部的形状 你再用我们的棱镜腮红给Garry上一点腮红 然后在眼妆最收尾的时候 Garry的眼睛轮廓更加纤长一点 所以我要把它画得圆一些 然后最后再用狼盘里面的冷白的这个白色 额前和下巴做一下高光 接下来就是我们放上整个造型的本体 就是它的头发 我发了个投票问大家是想要看金发还是棕发 结果大家想更多的人想看棕发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棕发的造型 但是我现在很开心 因为棕丝的真的非常好 头发的颜色上完之后我们定一下发型 也用铁丝掰着这个小环环放在那个鼻子上 就是鼻环啊 然后再拿出一个红枣 把这个红枣分成两半 然后塞到Garry的嘴巴里面 来风吟一下它的那个咬鸡的位置 真的哦 好做完这一些呢 我们就到了最后的专工展示 喜欢大家会喜欢 我们差不多四个小时拍很难 谢谢辛苦了宝宝 辛苦了 嗯好 我们开始响 Our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